我们曾经在一个小时里面在直播 创造了20多万的业绩 在这段路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不简单 也是每次吃零鸡蛋的销售额 但是凭着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艰苦 让我们在6个月的时间达到了突破 然后提升了我们的销售量 大家好,我是Jayden Deal 我是Oasis Live Mode的创办人 我们是全马来西亚最大型的 家庭用品跟厨房用具的直播平台 我们在线下做了十多年 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数据 我们不能了解到客户的需求 那我们也不断地想说去开拓新的渠道 那给我们遇到了直播 那也是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曙光跟未来的潜能 当然你讲说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我可以告诉你非常的难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这马来西亚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对标 跟案列去给我们做参考的 那凭着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这一个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学习 才有今天一点的小成就 然后也把业绩提高超过十倍 那我们一路来自以厂家到你家的价格 让我们客户买到实惠的产品 第二点呢 我们是不断提升我们的直播团队的专业度 那第三呢 我们全天候霸场的直播 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流量 那第四点我们不断的就是做好我们的客服 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口碑 那第五点呢就是运输跟收获符合的品质 在整个环节当中呢 运输的品质和效率是直接可以影响到客户的满意度 那如果讲说运输公司带来什么价值给商家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第一稳定性 我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把包裹寄到客人的手上之外 第二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服务态度 那我们很庆幸呢是可以找到NinjaWan 一家和我们一样以客户为先的运输伙伴 那Ninja呢他们本身对商家的配合度也非常高 他们的团队也非常的亲近也很友善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呢 你打一通电话给他们 他们的客服或者是他们的负责人 就会帮他们一一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对我们电商来讲说呢 是起到很大的帮助 目前来说呢 Ninja一个月帮我们递送的包裹 大概是在2万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也放眼整个东南亚市场 也希望呢Ninja的团队 可以一直辅助我们 夸展到各个的东南亚的国家